吉隆坡市政局限制商家售賣烈酒課題方面 吉隆坡7名西蒙國會議員炮轟聯邦直轄區部長 拿杜斯里殺西彈 無法保障非穆斯林的權益 將是第一名摧毀大馬一家人精神的部長 行動黨交賴區國會議員陳國偉 武吉免登國會議員方桂倫 公正黨旺沙馬珠國會議員陳怡喬等7個人 下午發表聯合文告表明 對於殺西彈允許吉隆坡市政局 限制雜貨店 便利店和中藥店 禁止售賣烈酒的做法感到極度失望 也是無法接受的決定 這項政策對於非穆斯林業者和消費者來說 是一項惡意的攻擊 甚至和中央政府倡導的大馬一家人理念反其道而行 疑众的西蒙議員提醒沙西彈 吉隆坡的雜貨店和傳統中藥行 都是中小型業者 禁止售賣烈酒 恐怕將會帶來沉重的打擊 包括減少5000萬令吉的盈利 JES 敬 Тая� 謝謝 謝謝